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工联业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欢迎收听新一集 《工联业华》 家司及鸿木工艺继工会成立在1957年 具有悠久的历史 至今已经有66年了 其实他也是服务业总工会属会之一 所以今集《工联业华》 请来家司及鸿木工艺继工会的荣誉顾问 李感成、诚叔 以及会务主任陈水珠、珠姐 让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传统行业 诚叔 鸿木工艺和家司有什么关系 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好啊 我就是从事这个宣传法来 就是这个行业1956年来 已经学习了 我学的工艺就是 江苏上海的技工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 上海人称呼我们 那些叫做打漆的 就是游漆 就是水游漆来的 所以上海人叫做打漆 就是我们 那个 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宣传法来工会呢 我们1957年 我们那个技工来源是广东的 广东的技工 历了香港 四五十年来香港 就开山艺厂 所以就有批技工 就是筹备这个宣衣 广东的宣衣 发挥武器 职业工会 所以就在1957年 六十三师老斑蛋就成立了 家师和红木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红木是属于做家师的一个品种来的 红木其实是一种十木来的 是 是一种统称来的 嗯 红木就有五十八类的 是 就是做我们这些家师 他都是属于一种中国的文化 就是红木就是已经是上千年 几百上千年了 嗯 其中这些品种都是属于红木的 是 就是花里木 是 花里木 是的 缅甸花里都属于红木 哦 其实这种 这个刚才程叔所说的就是宣芝花里 跟着就简单一点就是红木的品种 其实这种品种 在做家师的情况来说是否很珍贵的 是啊 就是他这些都是通过角标 就是规定他有这么上下的质地 才能够上到角标的 哦 就是是国家级的标准来的 是啦 是的 而现在在国家的层面 会不会有限制用这些这么珍贵的物品去做家师呢 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些红木的 是的 通常都是非洲啊 缅甸啊 东环华啊 国家进口来的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木材呢 就只有越来越罕有的 因为它都是生长在大森林里面 是的 是的 没错 是的 好 今天看到呢 阿诚叔呢 带了一个宝贝过来 这个宝贝呢 就是一个 大家看过的样子 应该都猜不到是什么的了 那就让阿诚叔介绍一下 阿诚叔可不可以 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首饰客来的 是的 花起木的首饰客 首饰客 是的 就去那几个 通常是什么 我来摆一下 金饰 还有就是 变成了 很名贵的 就是变成了 而且那些宝贝呢 又防火的 是的 所以那些人就 很珍贵的 买这些首饰客 是的 就是装一些首饰 有锁的 很珍贵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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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除了 刚才介绍了 这个红木之外 那么其实现在 在行内的情况是怎么样 譬如朱姐现在都是继续 在做傢俱的一些工作 那么其实现在的行内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这些工艺呢 它是由一条木头 做成一件傢俱 都是笋模出笋 嗯 出笋啊 好像这些线条啊 飘黑啊 入笋啊 古葱入笋啊 所以我们的工啊 都是要学徒 是 学了三年才能够做师傅 嗯 那么 入笋就是斗木 是 那出线都是斗木 飘黑就是飘花师傅 嗯 还有油漆就是油漆师傅 是 打磨 还要打完磨之后再油漆 嗯 这样呢 就很多工序的 只是油漆呢 都是有六七种工序的了 哦 所以它生产我们生产一件物品呢 起码呢 都要整个月 嗯 起码超过一个月 才能够成为 由一条木 成为一件傢俱 是 所以工序比较繁复的 所以就在学 但是呢 我们是揭少什么呢 现在香港呢 是揭少年轻人入行啊 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工序多 是 学徒都要三年 都希望政府啊 是 或者工会啊 或者是 服务业工会啊 能够支持一些年轻人 就有 吸引他们有些工场啊 是 我们可以请一些 现在已经五六十岁的那些师傅啊 就去教他们 怎样去斗木啊 怎样做油漆修理啊 希望读室内设计的 那些学生啊 或者是出道来社会 能够呢 将我们的红木再发扬 刚大下去 那才能够得到全城啊 是 是 没错 就是这样啦 就是我们觉得呢 要是 木家师 就好像我们的一间屋 一定要有一件木的家师 是 是 一路这样一代代 俗意说 一件家师 漂亮的手工的家师 可以全三代 就是我们的红木家师了 就是很精贵 他们新入行的那些人工是多少 几个 新入行 初初学的那些 就只有几百元一天的 哦 就是 仅仅够 就是 他自己的生活 是离不了其他什么的 是 学生 但是到师傅工呢 就是 聪明的师傅工呢 最高到大约都是二千元一日左右 二千元一日 对 二千元一日左右 都很高的 是有得晋升的 是的 是的 就要学 但是少人入行 嗯 其实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家师都在内地生产 内地生产 是的 但是 香港呢 都是屋多了 就是装修啊 设计啊 我们香港唯有是通过装修设计 融入我们这部分融入我们的红木家师 这样才可以生存的 嗯 但是你融入红木家师 都是需要寄工啊 嗯 就是都比较难请 是的 是的 这个好 那 程叔啊 其实现在工会呢 就 那些会员的组成 除了家师的一些从业员之外 或者是工作之外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会员的组成部分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初时就是孙之花 是的 那我改了一个招牌 叫做家师及红木工的工会 就是说我将家师的范围扩大了 例如有木家师啊 杂木家师啊 其他都可以参加我们做工会的委员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家师嘛 他不是指定是红木家师嘛 是的 他这个家师包含任何的范围扩大了 都是属于家师嘛 所以还有那些民员啊 就是在家师行业啊 推销员啊 都可以参加我们工会的 所以不是指定是寄工的 是的 所以发挥广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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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做过什么相关协助会员的工作呢? 是这样的 我们1957年成立 工会已经是为行业的 就是孙子花的工友 已经是赞取权益的 例如每逢6月13日老班 也有通告的 我们分区的 广九、新界、各区 每逢一组人来联络 把休息一日逐间派给厂 说我们老班那天就要放假一天 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在广九各区都有的 在武界、中环、沙田、新界、荃湾 还有土国环、黄国、大国、瓷水山 那些工厂周围有很多山柴工厂 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山柴工厂 所以我们唯有用全体的理事 就分批 例如你负责深水宝区的 有些是负责香港去的 那作为联络是 收会费也是 收会费也是这样的 带上会费宝去收的 所以我们经常一代去一代的 是这样的 不然就联络不了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手机 什么都没有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想了解更多家私 和刚才说孙之花蜜 或者简称红木的一些品种 甚至想了解工会的话 记得可以上服务业总工会 相关附属的一个地址 去欣赏或者了解工会的情况 好了 今集《公联业话》又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